就這一行改一下就可以了 好那第一個你要先確定這個資料庫找不找得到 所以按F8 如果這一行他跳出來說 找不到資料庫那表示你要確定一下 跟目錄底下有沒有這個資料庫 沒有的話當然就連不到 再來的話呢 我們已經連線了 那也知道資料庫 等於有點打通電話了 電話接通了對不對 接通之後怎麼樣 好你要接收資料了 接收資料的話呢 我要insert into 那因為我是把它分成什麼 分成兩行 兩行為什麼分兩行呢 因為如果你分你放一行的話 會比較長 那一般我會怎麼樣 把它分成兩行 那兩行的話就是seql 這個seql呢他是一個文字 放在裡面對不對 那後面的話呢在seqlend自己本身 那這樣的話串接就是 最後執行過的話 你會發現seql就是這一串 那如果說你希望知道 seql裡面放什麼 你可以用ctrl G 我習慣這樣 ctrl G就是檢視裡面有一個 這也是一個小技巧 叫做即時運算視窗 你可以按一個什麼 按一個問號 空一個 sql 你就打一個sql 這個變數 按enter 你會發現喔 他裡面放的東西有沒有 就會顯示出來 那你可以再判斷一下 其實 seql最容易發生錯誤的地方 大概就是 第一個 工作表名稱 有沒有正確 因為明明這邊叫問題1 然後你資料庫的名稱 又不叫問題1的話 那大家就找不到了 找不到就沒辦法幫你放 欄位名稱 OK 然後呢value 這個地方有沒有空格 有的同學 value 要加s喔 有的忘了加s 空一個 如果是文字的話 前後有沒有雙 有沒有單引號 有沒有單引號 OK啊這個不用單引號嗎 沒有單引號 沒有單引號 OK 好那這樣的話 沒有錯了 沒有錯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樣呢 讓他去執行 那其實啊怎麼樣把那個剛剛這一串喔跟資料庫溝通很簡單 他裡面有一個 excue excue就是執行這個命令 有點像我們剛剛不是按了一個執行嗎 執行下去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底下多了一個matchbox 因為如果你執行完你不知道說到底有沒有執行完畢嗎 所以我會跳出一個matchbox就是一個對話方塊 他會出現以新增 資料了 OK那就確定了對不對 那接下來 我們已經新增了嘛 所以 把它直接跑完了 直接跑完 OK 那關閉一下喔 我們看一下 剛剛的資料有沒有被新增 再去開啟SS 然後再去開啟這個資料表 裡面呢就會有這一筆記錄過來了 但是 只有一筆 可是我們以後之後第二階段上 全部 匯錄過來 對不對 對不對 再把舊的資料刪掉 那怎麼做 其實也還蠻簡單的嘛 跑個回圈就好了嘛 反正forI 等於第幾列到第幾列 然後呢 再去呼叫 對不對 全部跑完 就全部 就資料過來了 過來之後的話呢 再把舊資料刪掉 就完成了 大概是這樣 所以轉檔 但是 這裡面牽涉到seql 其實都沒有很多東西 可是 都非常容易做錯 OK 你會發現 光這個seql的語法 恐怕就會有很多同學 常常就會出問題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 試一下 這個的話是在新增這個按鈕 裡面 那 最後完成的東西 我也已經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 等一下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把 這個空過來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嗎 好嗎